若是苏氏当真心狠 贺元慎确实是他的良配 可他受儿女之情蒙蔽 对贺元慎付出真心 终有一日 他有苦头吃的 府中这两日 要才智新一前往苏府 因现在府里总是大权 都摆在傅明华手中 府中的管事也明白他的身份 没有哪个 但难为他的 都是傅明月几姐妹 想要穿好看些 来寻他撒过几回胶 到了苏氏设宴那日 来的人倒是极多 只是苏家早就已经在等着他 傅明华到了苏府市 苏家还专程派了人来接他 领他进内院去 苏氏早就候了他许久了 一看到傅明华 便拉了他的手笑 一副有悄悄话要说的模样 终是自然阻拦不得 他也要带着傅明月等人 周旋在一群夫人之中 这会儿倒是巴不得 傅明华先离开才是 元娘 我的婚事要定下来了 苏氏领了他出了厢房 又折过几条弯曲回廊 才寻了个清静的地方 坐下来说话 他脸上带着眼视不住的喜色 双眼都在发光 显然对于能如愿以偿 和元慎定下亲事 他是满心欢喜的 是卫国公府世子 苏氏拼命地点头 一副骄傲的模样 当然 哦 对了 听说你回江州时 路途中遇到了山贼 是也不是 苏氏打量了傅明华一眼 却见他听了这话 依旧不惊不躁 甚至脸色都没变 洛阳里是怎么说的 傅明华转过头望着他 含笑问了一句 苏氏便弯了弯嘴角 说是三皇子英雄就美罢了 当日 洛阳城外 竟发生了这样恶劣的事 烟锥抱到河南府后 便惊动了家底 皇上大怒 令人彻查此事 说着 苏氏的目光 渐渐变得耐人寻味了一些 元娘怎么回洛阳之后 没有向皇上告上一状 他话音一落 傅明华似笑非笑看了他一眼 看得苏氏有些心虚了 尴尬地伸手抚了抚鼻子 有什么不对吗 告状有用吗 傅明华问了一句 苏氏便拉了拉他的手摇晃 一面撒娇讨饶 哎呀送我多嘴 你别生我气 傅明华任他摇着 也不出声 只是望着他看 苏氏很快便败下阵来 目光不着痕迹地左右望了望 才凑近了傅明华小声道 不瞒你说 我以前也是对你有些借地的 几招看你的眼神 不大对头 他含着笑意 神情平静地说出这句话来 垂下的眼皮挡住了他眼中的神色 若是以前 我肯定不会说的 但现在 大家各有归属 以往的那次借地 又觉得并不算什么了 当日 洛阳城外出世之后 皇上便令人彻查 城中守卫更森严了些 如今洛阳城里人人自危 你猜怎么着 有一日 容三娘拆发散乱 脸颊红肿从宫中出来 似是被人给打了 嘻嘻 苏氏突然笑出了声 拍着胸口 眼里带了几分狠色 容三娘可是家安帝的交客呀 这天底下又有谁 敢轻易出手打她的 怕是容妃也不能 出手打她的 必然是家安帝 至于家安帝打人的原因 傅明华也猜得出来 她与烟锥都能凭借 蛛丝马迹猜出背后的原因 更不要提家安帝了 容三娘犯了皇上的忌讳 她实在是太蠢了 成为了容妃手里的一颗棋子 却不自知 怕是时至今日 容三娘都会以为 凌无邪向傅明华出手 是因为她的指使 她看了苏氏一眼 苏氏倒也是聪明人 这事一猜便知 你准备怎么着 苏氏上半身往后倾斜 一手搁在傅明华腿上 一手抚着胸 含笑望着傅明华问 可要收拾了容三娘 傅明华听她这样一说 便笑着将她放在自己腿上的手 拿了起来 搁到了她自己腿上 就因为她曾对世子有心 妹妹就这样容她不得 苏氏愣了一下 紧接着又笑了起来 哎呀 就爱你这样聪明 她这话 显然是承认了傅明华所说的意思 看不惯她那样 当记招已经是她所有误事的 对我数次三番排挤打烊 苏氏撇了撇嘴 脸上显出几分不屑之色 傅明华目光透过苏氏 落到她身后大片大片的薔薇花上 薔薇花开得正宴 坐在这里能闻到花香扑面而来 她收拾容三娘做什么呢 留了容三娘给容妃添赌 正是好事啊 她要收拾 也是对付中信郡王府的世子爷 那位世子爷少年得志 显一怒马 多么快活自艺啊 避云背上的伤口 总要让人付出代价的 苏氏 怕是压根没想到 她想从中信郡王府的世子下手 就连家安帝想要动手 也是投鼠忌器 苏氏没想到 她会有这样的胆子 想来是认为 她应该找容三娘出气 容三娘只是一个玩物罢了 这样长的时间 姜安帝竟然都没想过 要抬她进宫的 可见不止一提 哼 与她计较做什么 傅明华淡淡地道 少女总是意气用事 容三娘虽然可恶 但留她下来 能为容妃添赌 终有一日 容妃也会忍不住朝她下手 何必又去生那嫌弃呢 苏氏看着挺聪明 始终还是性情太糟了些 哼 实在是她欺人太善 苏氏先是有些愤愤地说完 紧接着又笑道 不过 不过上回她出宫之后 便躲了起来没见人 怕也是羞的 已经三个月了 这回府中请她 她也是没出来的 两人躲在 强威丛园旁的木栏上说话 直到苏夫人派了人来 请他们前去 苏氏才站起身来 且走吧 傅明华牵了牵批驳 也跟着站了起来 西都侯续贤的夫人年纪不长 一副娇媚可人的模样 嘴角下一粒小质 一贫一笑 似是那小质 要活了过来似的 她身材娇小玲珑 看到傅明华与苏氏 挽了手过来似 她笑容一顿 眼中露出意外思索之色 继而笑得更温和了一些 苏氏凑近傅明华耳边 小声笑道 可是托你福了 傅明华明白她的意思 她故意这样亲密 恐怕也是做给继母看的 只不过是些许小事 她也不介意 由着苏氏晚了上前 引荐与苏夫人说话 白天容三娘果然未出现 倒是容大爷的夫人 韩氏来了 看傅明华的神情 十分复杂 既恨 却又无可奈何的模样 晚上回了傅府室 留在府中的二等丫鬟 银钗 便跪上前来 说是今日 收了信件一封 是给傅明华的 她握了帕子伸手接过 一眼便看出 信件之上 是烟锥的自己 她的字带有她极其强烈的 个人风格 刚进游历 又带了龙飞凤舞之事 游走间显桀骜之意 傅明华伸手 摸了摸那字 那笔记已经干了 指尖摸上去 仿佛还能摸到墨汁的痕迹 她不由自主 想起了烟锥 她已经前往扇州 好长时间了 此时傅明华一想起她 又仿佛身体本能 含有她留下来的回忆 烟锥握了她手时 指尖茧子 磨礼她肌肤时的感觉 谢府之中时 被她握住足怀的情景 傅明华脸颊微烫 直到江嬷嬷 有些好奇地唤她 娘子 娘子 傅明华陡然回神 耳根更觉得灼热 却又故意装出 镇定的模样 捉紧了信件 将信拆开 江嬷嬷有些好奇 您怎么走神了 傅明华将头 更吹得低了些 抬起头时 虽然一脸严肃 耳朵脸颊 却又烟红 怎么脸红得这样厉害啊 可是早上出门 穿得薄了些 江嬷嬷伸手 要来摸她的额头 嗯 没事 她摇了摇头 避开江嬷嬷的手 将信件拆开 手还微微哆嗦 不知怎么的 身体里的血液 却像是苏醒过来一般 雀跃快速地流动 傅明华的脸更红了 信是烟锥送来的 她在信中撒娇 善州艰苦 每日睡的是帐篷 军中粗茶淡饭 还有外族苦事单单 一级与原娘同游江南之时 尚如昨日发生的事般 今日帐中却是残羹冷饭 唯有一天吃苦 期盼早日回来 与原娘见面 书信最后还写了两句 山有木兮 木有枝 心月清兮 清可枝 她将月人歌修改 看得傅明华既是想笑 又觉得心跳如鼓垂一般 这样的烟锥带了一种 让傅明华害怕的感觉 她的直白 让傅明华本能地想要退缩 热情洋溢的求爱少年 跃然于纸上 与傅明华的沉稳内敛的性格 完全不同 若烟锥当面与她这样一说 怕是她只会想躲闪的 不过 正因为此时的她守在扇中 不能回洛阳 她带来的是书信 那种强势与执着 便只透过薄薄几张纸传来 而不是她本人现身时 给傅明华那样深的强势感 傅明华微微松了口气 不知为何 她有些心虚地 将信塞回信封之中 脸颊的热度 直到此时还未消退 傅明华心里有种微妙的感觉 那薄薄几张纸折叠起来时 握在她手中却似重于千金般 塞了好几次都没能放进信封 反倒引起了江婴却似的注意力 娘子可是江州的来信呢 她先是胡乱地要点头 回过神来之后 又犹豫了一下 摇了摇头 嗯 是三殿下 幸亏江婴婴却在听到使烟锥寄来了信使 脸上露出松了口气的笑容 没有注意到她的失态 还欢喜得双手合十 殿下来信了吗 可见是惦记您了 她这句话正好说中了 傅明华心里莫名觉得有些心虚的地方 她原本要伸出去握茶杯的手 轻轻一抖 指尖从杯身划过 她又将手收了回来 倾咳了一声 嗯 不是 傅明华故作冷静地否认 江婴婴却细声哄她 怎么不是啊 您瞧瞧 这善州如今也并不太平 连殿下都去了 您之前不是说过吗 殿下能在百忙之中 还抽空给您写信 可见是看中您 惦记着您的 江婴婴深恐她不信 还说了好几句 傅明华将脸别开 又伸手领了领衣巾 还摸了摸头发 好了 将信件收下去吧 江婴婴看她似是不想谈这事 便接了信问 放在哪儿 傅明华咬了咬唇 这信随意乱放也不成 容易丢失损毁 她想了想 之前 娘娘曾赏过一支 鲁氏黄潭木盒 将其拿来 我把它装在里面 那木盒上了锁 江婴婴等人试了几次都打不开 唯有抱了过来 让傅明华打开了 里面装的东西被取了出来 盒底垫了鹅黄色的绸子 她将信件亲手放了进去 由于半少还是将盒子给盖上了 自这日之后 每日都有信件送进常乐后府来 都是烟锥送来的 从收到她信后的第二日 江婴婴从花谱中 搬了一盘修剪过的薔薇 到她院中来 就搁在游廊旁的扶手宽台之上 光秃秃的 并不好看 她隔些十日 闲得无聊了 松松土又撒些水 她每日看一会儿 烟锥送来的信件 才十来天工夫 那花便发了包 那墨盒之中 也装了不少的信件 薔薇枝叶 已经舒展开来 六月的天气 时雨时晴 傅明华让人将花 搬到廊下 她手里握了烟锥的信 坐在廊下认真地看 眉眼 认真地可爱 有美人兮 见之不忘 数月不见兮 思之如狂 傅明华抿了嘴角微笑 烟锥送来的书信 每封信末 都带了毫不掩饰的情谊 生辰那日 她报了一箱书信 突然觉得 有些有趣 谢氏当初 与傅其贤之间的婚事 对她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梦里的傅明华 所嫁非人 与陆长燕之间 冷淡的感情 在她看来 若不是因为陆家 后来齐心可忠 怕是也没有什么不对的 她原本只想 夫妻相敬如宾 所谓的情谊 只不过是古往今来 人们编造出来的故事罢了 汉时 黎柯与许文君 那样美好的开始 最终结果 也不过是许文君 委屈求全 才换回丈夫 半点的恋爱 若靠所谓的美色 夫明华觉得 是注定不会长久的 最终 仍不过细水流长罢了 不如生儿育女重要 也不是没有了关爱 便要死要活了 她一开始 只想顺从地嫁给燕锥 将来 她若有意追逐帝王之位 自己便走在她身后 她若只能当个闲散王爷 她也随她前去封地 夫妻一生平淡 婚后育有子女 将来 不要落个梦里 傅明华那般 失了孩子 如被生弯了肉般的 下场便好 可是燕锥 总是不能如她所愿 这一封封的书信 最终 还是让她难以避免的 生出几分期待来 她好似可以理解 当初许文君在受到 离科引诱时的心情了 有些期待 又带了些微的甜 燕锥到底 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